DJI BAR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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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晚上進行的特別直播 大家有看嗎 日本是YouTube頻道六周年 台版真是777萬下載紀念 那有些什麼新情報呢 聽聽我接下來的介紹吧 全是台版限定的部分 活動提醒 由於星期四已經提過這些活動 詳情可以點擊右上角的連結去看一下 包括經濟之獄 六星的寶底獄 機舊集計 以及感謝之間 最後有個每日塔斯王忘了講 記得明天都要打 第二 20.0版本更新 預計明天更新完了 26號晚上有機會直播玩一下 全是栗戰遺址 現在不用體力了 所以可以無聊沒事做的時候打一下 守護手之聲 新功能關卡也是性Support 暫時先出三隻 分別是懷巴安 魏魏安跟庫洛奇國王 門主一定條件就可以每關開一次 庫洛奇國王 劍效果 Lv1削減Boss血量 1906 Lv14 削減Boss血量 243950 放條件是Perfect一次 看第一眼感覺蠻有用的 這想一想不對耶 現在Boss血量都破百萬甚至億耶 覺得仰男去打無腦關不就好了嗎 欸不對耶 刷個每日瘦神域都每次Perfect啊 Boss都能秒何必等體技能動畫呢 說真的花點時間刷另外兩隻吧 固定數值真的沒有立足之地啊 繼續刷個降命小檢測機都比大家強 PASS 懷巴安 精效果Lv1全滴中毒三回合 每回合讀一萬 Lv10全滴中毒三回合 每回合讀五十萬 放條件一回合打出一百萬或以上三次 占十四三隻裡面的首選啊 基本上適合任何關卡 首先三回合五十萬共一百五十萬的增傷 這一招可是比一招大吉S更強哦 已經是全game第二強的毒害效果了 第二個功能就是上毒 不要小看這個效果 但你遇上一些特定有毒殺手的角色是非常強的 例如大吉、小禮小丁以及三月中進 這三隻雖然已經有SS下毒 但是毒的覆蓋率不怎麼高 可能會導致有些沒SS的時候輸出不夠 在這個時候呢就有這隻龍幫你上毒補傷害 在例如小紅帽、穆奧法、拿破仁跟阿拉維 他們沒有任何辦法上毒 導致能吃在友情的殺手傷害沒有了 必須利用其他類似被動的角色 小紅帽配奧西里斯、穆奧法配席木齊、 拿破仁配那拉托提普、阿拉維配可古斯提亞 但是沒有怎麼辦呢 這隻龍又排上用場了 最後例如蟲吉思汗 那別人人沒有任何人幫忙上毒啊 那他毒刷手不就廢了嗎 不 只需999你可以擁有這隻龍來拯救層級 讓你競技22不再翻車 趕快撥打123414R21下單吧 看下次是免費的 覺得那麼多例子應該就知道怎麼選了吧 就是微微安 監視效果F1回7.5%的HP F10回50%的HP 放入條件一回合內殺死兩隻敵人三次 一眼看下去好像很有用可以救命耶 但是其實根本用不到 顯然是簡單關卡不需要用到 困難的關卡沒機會用到 由於現在彈珠已經進化到 簡單關卡無腦友情速刷 血量沒掉過50%就已經過關了 困難關卡大部分長CD技能都是即死 所以與其回50%HP後又死掉 還不如在快死的時候用毒去賭一把 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用啦 50%血量的確很多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救命的方法 所以這個人建議首選還是龍 入手及升級方法 他們就會在守護獸之聲出現 通關即可入手 另外可以刷羈絆碎片來幫守護獸升級 最後來總結一下我對這個新模式的看法 個人覺得這個是很好的發展方向 作為一個永久系統也非常歡迎 首先是技能的種類性 除了現在這三個隨後可以出一些 一回合減傷多少%一回合內無敵 轉點屬性幾個回合 像是攻擊的時候加多少%攻擊力 甚至可以玩到技能的使用次數 令這個遊戲更多樣性 雖然同時需要更多時間干 在條件的方面暫時都蠻友好的 百萬傷害在高難度關卡已經見慣不怪 同一回合殺死兩隻敵人也蠻好用的 遇到一些卡點位或者一些能力刀子小怪就很容易觸發 不過就同一回合擊殺這個計算還有點疑惑呢 這些毒死或者是反擊模式殺死的會算在哪一個回合呢 這些則要等實戰才知道啦 要是個晚上見吧 第三有生死病位受神化 去看1月21號的影片就好了 第四家裡受神化改 反身超頻的行李用掃雷 L反魔法陣阻停雷射 連繫技能反傳風換龍 條件是非神主兩隻以上或者是合計運氣百貨以上 大道士12加4回合亂打加把料到炸追擊 友情技能超強貫通導引彈18 手型速度提升聖關卡提拨達到回火天聖 火鬥回熊騎納美回 葛黑娜 吉庞 珠神黃昏 阿瓦隆 伊甸 晉級1未開16到3的extra 算是蠻不錯的改動了 畢竟加尼出場機會已經很少了 現在就算有加速 替代品也很多了 而且三圍上也比他好一點點了 所以這次改算是把他救回來一點了 所以就像吉庞 珠神黃昏這類 非對應都能上 新增的反魔機也把他變成了反射板的亞絲娜 6 隨俗少也反傳為2加速的地位 雖然還有8尺烏烏啦 但是沒人用了 大刀CD也變少了 使用上更彈性 導引彈也換成了超強貫通18 期待一下以後的上場機會吧 R65 阿莎謝爾 受神的話 光速速性沒有超反傷反魔法陣 維持巨人倍率 巨人反版快 大刀是12加8回合的小耗力 友情巨人超強貫通導引彈18 配偶情防禦及速度提升 省關卡布 圖絲 衛陀天 不動迴 饕餃 光天聖 夜差明王 回憶 增長天 幸魂 經濟13 經濟23 導引暮鼠 繼承合體了 第四隻這三版配置 就完全是拿來配合楊貴妃的 感覺經濟也開始崩壞了 但是這隻使用是要把輔助貫徹到底 所以可以看見他很多本來沒他份的官也有上場機會 大王一兩可以拿來補傷害以及隨機調位置 秀琴也是純粹的合體 不過這效果應該就得到蠻多命的 而且這反模也搬上去被動了 不用再怕具表能翻車了 一起是在27號版 第六線上活動 那台北的電玩展 有機會我也要去一次 鄉親就在這個螢幕上了 而且有包影院看新年活動的部分 有誰重了記得分享一下感受 第七 經濟觸發者的合作 但是暫時只給了一隻角色的樣子 相信會在28日版news公佈 到時候去看直播吧 合作後頻道一樣會直播挑戰加抽蛋 另外帶大家準備稍後再告知 這是一二十四號怪蛋 那是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那種全支部影片 不要忘了訂閱和喜歡 那小小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